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实际上是两类作品的汇报 Presentation 所以我们先做一类 是往常没做过的 就是话语提炼 我实际上做过六所大学的工作坊 七所 西安郊大 首都市大 重庆大学 湖南商用学院 这里 江苏大学 还有复旦大学 下一个 关键的一点 关键的一点 我现在开始做话语提炼 今天是第一次尝试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先做话语提炼的三个汇报 这一组 这一组和那一组 三组 我们的诗文武三千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然后在故事开始之前 我们想跟大家展示一下 就刚才也是我们刚刚学到的 这个呢 是我们的初稿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线性的 全是线性的 就是一句是什么 一句是什么 一句是什么 然后总结了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很 怎么说 就是在一个整天资讯这么多 资讯爆炸的时代 能够每天 如果我们只接受 就是信息的话 就这样的逻辑 这样的树心 所以这样的 这样逻辑方式 分享给大家 然后同样的 我们因为都知道 孟母三千的故事 然后今天呢 我们给他总结了一个 总结了一个 一句总结就是 人欲良静 人静化良人 跟大家写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人则良静 静化良人 因为我们这样想的是 孟母三千 孟母她是为了孟子 选择了一个良好的 教育环境 那这个教育环境 反之反过来 她确实 她确实是教育了孟子 是孟子成为一个 伟大的哲学家 思想家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 就是把这个观点 总结了之后 就是能 自己的 按自己的想法 就是创造了一个 这个过程 所以大家可以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思想 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由我的伙伴 就是继续分享给大家 孟母在对孟子的 教育过程中 她选择了三处 不同的环境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孟母她作为一个 两千多年前的 那种社会里面的妇人 她可以有这种思想 是非常伟大的 而且在她的 搬家的这些 这个过程中 她一次又一次的 体会到 她这个生活环境 对她的孩子的 那个发展 和身心成长的 那种不同的影响 进而 促成了孟子 成为了一个 这样伟大的思想家 我们也把 她的这个 进行了两点 概括 一个是 环境影响了 就可以 然后就是 选择环境 我们把它给 归纳成了 择镜论 还有一个是 进化论 看所有的 自理行间 去一行一行去 留了 所以还是重要的是 还要把那种 中心思想那种 提炼出来 给人看 可能就会更加 明白一些 我们的成果 也可以吸收的变多 谢谢 同学们先说一下 有没有意见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 特别你们也做话语提炼的同学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反馈 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四位同学很伟大 在什么 今天来的时候 好像还没这些想法吧 今天讲到的这些 刚才讲到的都是 临时出来的想法 对吗 说明 潜力无限 第二 说明 你们有一种应变能力 有一种执行力 非常好 很值得交往 大家说一下 他们说这几个术语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 进化论 为什么喜欢这个 进化论 进化 然后它又体现了环境 然后又有一种点化的感觉 对 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谐音 就是进化 但这种进化 可能就是并不说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种 就是促进 相当于是促进 提炼的一个过程 非常好 实际上 严富有进化论 对不对 天眼论实际上就是进化论 我们有进 环境的进化论 非常好 我觉得中国就需要你们这种人 因为我最近到处讲座都在说 为什么老在翻 三字经 弟子规 即使人家看一看 也是一个政治行为 为了逗你开心 你真的要让人家去接受中国的一种优秀的文化 一种经典的文化 一种比较好的东西 你就要有一种能力去造词 你先造不出英文 我先造一个中文词 对不对 进化论 然后呢 起码我做一个尝试 我觉得起码是一种尝试 下一步的挑战 能不能把进化论翻译成英语吗 能不能找出一个英文的进化论 我觉得这个人则良静 进化良人 也很有意思 它是成为了成为一个口号型的话语 成为一个中国人说的叫做像对子一样的 像顺口流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 中国实际上这几十年来是最擅长的口号 比如说计划生有一个什么 一个生两个渣三个杀什么 对不对 我们口号是如果翻译 但是恰恰就是翻译没有这种能力 在我看来中国翻译是远远落后在其他行政 或者社会生活后面的一个行业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翻译很落后 我们只知道对等转换翻译 不知道话语提炼 你们这个做得很好 人则良静进化良人 men select the environment 这里要注意一下工整对账 要不你在这里 the man 要不你在这里 对 这里呢 men select environment 或者environment civilizes men 或者the man等等 你要讲究一下语言 整体来讲 你们是画时代的 在我看来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话语提炼的工作 你们是第一个 这个你们 还有要讲一个应对能力 就是小组的表演能力 刚才说到 不要变成一个讲话孤立的 三个陪伴的像木偶一样 你们三个做得很好 实际上有人在讲 有人已经在写 变成一种共识发生的事情 或者像一个活动 像一个表演 非常好 你应该为自己教 非常好 非常好 第二组 第三组也可以开始准备 连老师的东西都干嘛 然后我们组 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我接下来会说两个短语 或者说两个表述 你们来判断一下 这两个表述 他们的性别是什么 对性别是什么 给你们的感觉 他们的性别是什么 第一个是淘宝高手 第二个 等一下等一下 第二个是主机游戏制霸 能说一下理由吗 谢谢你说 淘宝的话就是女生比较多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 双十一是女性的主战场 基本上都是女生更多的喜欢购物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女生的天性 我们一想到淘宝 可能更多都会想到女生 那男生很多男生都喜欢玩游戏 虽然说有很多女生也喜欢玩 但是相对于女生而言 男生肯定是主力 所以什么关于之类跟游戏有关的 这种设备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能想到 让我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男生 对 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吧 那我相信你们 接下来听了我们组的讨论之后 可以 就是你们的想法会产生极大的感官 对我们首先想到就是如果我们填简历那个简历上面我们写性别 我看到徐丽丽可能我可以说性别女然后看到老师这个老师我就可以说性别男然后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他真的是这个性别吗就你们有没有从他们的对 是不是 是问题的 是关呢 是 是关yn 从他们的就是性别你们在中文里面就性别男女就只有两个对吧 但我们在英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英语单词 你查一下 就会有sex和gender 它两个单词 但你看单词 它的定义是不同的 其实sex讲的是 它的生理性别 就是你一出生 你的染色体就决定了你 一定是 你是男的体是XX和XY 就一定决定了 你是男或女 但这是你的生理性别 但是当我们到 就是我们慢慢长大 然后到社会 我们会随着环境 就环境跟我们的改变 或者各方面影响 我们会有一个社会性别 就是gender这个词 gender这个词 它是在后世纪 在提出来的一个词 就是因为社会环境影响的gender 然后还有一个词 就是性取向 就是如果我性别是男 就是我们中文里的性别是男 那我们性取向一定是 我们喜欢女生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把性别 就是生理性别 和生理性别 然后社会性别 加上性取向 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 如果组合在一起的话 就会有生理性别 和社会性别组合在一起 有35种 然后性取向 因为你喜欢的可能是男生 你喜欢的可能是 生理性别是男生的 然后社会性别也是男生的人 但你有可能喜欢 生理性别是男生 但是它社会性别是偏女生的人 所以它组合又有35种 然后把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和性取向 一起组合在一起 就是35 再乘一个35 就1225种 所以一个人 他的取向 就是他的 他喜欢什么 他自己是什么 就是他生理性别是什么 社会性别是什么 然后他性取向是什么 是我可以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大众认为的 就我们想象的 就我们认为的 就是我生理性别是男 我社会性别是男 然后我会去喜欢一个 生理性别是女 社会性别也是女生的人 这才是大众认可的 异性恋 所以就有很多的 就是我们这篇文章 就是它所涉及到的 就是在讲这个性别的 就是它性别并不是说 单纯的异性恋 就是我就喜欢 我是女生 我要喜欢一个男生 就是这种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在讲这个理论 可以看到那边 我们提到了 突破性别化也限制 打破身体 人为束缚 这个概念 为什么巴基勒 他这个人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性别 那就是因为巴特勒 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同性恋 她是一个女童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童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其实是一件比较 还比较艰难的事情 因为这不是一件大众 所接受的事情 所以巴特勒 他在思考 到底他 其实这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迷茫 所以巴特勒 他在思考这个 他要思考性别这个东西 就像刚刚说的 性别它有很多种 所以他要打破这种束缚 所以给自己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然后巴特勒 他说 I only meant to say that we should have greater freedom to define 这种define就是一种对自己我身份认同的一种建立 不管你到底是社会给你安上的男性还是女性 还是你自己认为同论 你都应该有这种自我的追求 而不是应该被那些 比如说 因为一些同性恋 然后他们受到了一些法律的惩罚 包括以前在中世纪 他可能都会受到火刑 或者这种东西 这篇文章 他提到了巴特勒 对于性别的理论的一些理论 他提到了我们 我们把那个performativity 这种翻译成性别操演 或者是性别竖型 这种它的一个观念 但是这个观念 我们觉得不是它最主要的 它最主要的是 其实是告诉我们性别有很多种 我们要突破这种限制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在提炼话语的时候 我们写了打破身体人为束缚 这种东西 然后就说一下 我们在话语提炼的过程 这种东西的分析过程 那他整篇文章有几个关键词 首先它是一个summary 它是对这一本书的summary 它这本书叫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他的书名就是身体之重 论性别的论sex的话语限制 然后它这是一个关键词 还有就是他刚才提到的 gender performativity 还有是他不断提出的一个gender discourse 还有gender is not natural is artificial 就是他总共是他三个关键词提出来 所以我们在提炼这个整个字 就是突破性别话语限制 然后打破身体人为束缚的手法 把这个几个关键词融入到了里面去 然后我们在这里有提到的这些几个关键词里面 比如说gender discourse 其实discourse就是话语言论之类的意思 所以gender discourse是性别话语 然后就是gender performativity 其实这个是在网上的话 它是有很多种译法的 就是一个什么性别操演 性别竖型等等 还有什么性别表现或者性别表演之类的 但是我们认为 竖型的意思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竖型就是言论影响了这个行为 然后操演就是在一个模式下 不断的去重复的一个行为 我们在分析了这篇文章之后 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 不只是竖型 也不只是操演 就是他想表达的是 在言论的影响下 影响这个人 想不断的证 就是证明自己 是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不断的去表演 表演自己出来 是一个什么性别的人 表演自己的identity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觉得竖型和竖操演 它都各有偏颇 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把它组合在一起 就叫竖演 也就是言形 使我们是表演出来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是他提到 gender artificial 就是它是不自然的 它是一个人为造成 就是人为影响下的东西 所以我们总体先分析了一个 概括性的八字八字的词语 然后但是又觉得不够精练 就是有点文本性 有点书面语的感觉 所以就有 在有我的这位同学 他又提出来了另一种异法 一例子简练的 就是 因为就是因为前面的我们在从突破性别话语限制到打破身体 人为束编到下面这个我们其实中间想了很多 然后我们觉得可能会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表现可能大家更容易接受 然后我们想到这个束编我们可以用 一开始我们就想到那种做简自负的那个简 它其实也是一种束编 但是简这种 简这种东西其实是由那个残胎自身形成的东西 但是就不能体现外界对它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这个 然后我们后来又想到了那个监狼的这种感觉 然后所以我们用了破身体制劳解化语支 解化语支线 然后就是把之前的东西进行一下概括简练 好 再由我们的年里为图的说 就是又想到了另一个简练的方法 对 那个是从这个月遇那个电视剧提起的那个想法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话语它是一座牢房 它把我们的身体囚禁它把我们的gender和身体囚禁在了这个牢房里面 我们无法破除社会给我们的这个监狱 所以身体要去越狱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它在纸上写的是 性别多元身体越狱话语解绑 但是我们后来为什么写成这样了 现在到了一个顺序 是因为我们觉得话语解绑 话语对性别的限制应该是最开始的那种感觉 然后只有你把这种从这种限制解放出来了以后 然后你身体才会解放 然后就会有一个 我们像我们之前提到那么多种性别的定义 才会产生性别多元的东西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顺序 而且这个相比前两个的话 它多了一个性别多元 这也是一个目的 它的目的心 就是比前两个要好一点 我们觉得是在这 先说一下 你们四位同学 实际上也是一种 研究型的一种作品 动了很多思想 思考了一个东西 而且你们思考还有特点 你们有理论的影响 也对生活有把握 也对我们的人生 人生不满足 对我们的社会经验不满足 比如说 还很接地气 看了地狱 月月 看了月月 可以联系到生活 最好的作品 中国人说叫原自生活 高于生活 来自生活 这也是一个话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思想传播和流动 经常靠的是简练的话 你们做这个也很好 你们还有一个优点 团队 你们团队 跟刚才来讲 越有一点变形了 三个加一个 两个加两个 对不对 有那边讲 有这边讲 有那边讲 有这边的 甚至你们有一种活动 生动的感觉 甚至有 自己之间有一些交流 你讲 我给你补充 或者跟你对话 或者跟你互相的纠正 或者都有可能 自我纠正都不要紧 证明你们的思想是活动 很多人上来演讲 是把我已经现存的思想 表达出去 讲出去 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演讲 所以实际上我很讨论 很讨厌朗说 因为朗宋没有新的思想 他总是把现成的作品 讲出去 可以看出 你们四位同学 在表达汇报思想的时候 还在生成 诞生新的思想 还在思考过程 你们从你们的作品准备 到表演过程 都是一种思想的过程 非常好 讲到语言 我觉得你们今天还有一个优点 可以看出 你们大家会研究理论的话 会研究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最大的贡献 是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东西 不是现成的 是有一个生成的过程 Meaning is important But how meaning is made is even more important 对不对 可以看出一个思路的过程 思路形成的过程 从那篇文章 到了一个对联 八个字的 到了这八个字 又觉得 我还可以再提炼一下 变成五字加五字的 这里又再提炼一下 变成中国成语的结构 四字四字四字 你可以看到一种 思路的演变过程 什么叫提炼 用英文来讲 叫Refinery 或Refining 让它越来越精华 所以 有一个成语叫做 罗马不是三天 建成的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严富的天眼论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不是瞬间提炼出来 是他刚才说的一个词 叫许月 此初 用了十天 一个月 慢慢构思出来 你们可能用了 一两周 到今天有个飞月 然后突然出现了 这样一个 思想的过程 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 还有没有更加可以 突破的地方 再深化 有 我说一下 比如说你们说到 越狱对不对 既然你用到了 破身体之牢的话 那我还不是说 越身体之欲 那这个越狱就出来了 就用 刚才说的 用现行 已经流行的元素 用到里边 重新组合 可以变成更有助于 你的话语的流行 因为 比如说我相信 绝对不只是你们看越狱 还有其他的青年人也看越狱 对不对 一看了越狱 他一看这个 就想起越狱了 马上就有助于他去记忆 消化 联想和流行 那既然这里 越身体之欲 这里 解话语之 限 解限好像 这里呢 是一个对称 越狱 这里如果能找到一个对应的词 也很好 就 越狱 这个是动兵结构 松 可以 对 松 话语之 那你一下子就对应起来 那就符合中国的修辞那种对应 对不对 那你就更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说 还有一个结论 还有一个反馈就是 我们学无止境 话语提炼也是没有止境 当你提炼的越好 你的思想就能流传得越广 越深远 就像炎富的 逝者生存 可以流传一百多年一样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翻译的书都上十万本了 没有几本书是真正有人看的 因为他缺乏一个话语 体面 炎富本人的书也没人 也估计谁还看天眼论 没人看对不对 但精彩就精彩在 他的话语流传到今天 所以炎富这根精彩道 信达亚也流传到今天 逻辑也流传到今天 乌托邦也流传到今天 物尽天泽 适者生存 也流传到今天 这使炎富成为一个伟大的方向 你光译 你不要说 你就译 一本什么选集 译完了 who knows who cares 对 化学 如果今天我们做到这一点 大家如果能分享到这种想法 这种思路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收获 好吗 谢谢 非常 非常 我觉得你们这三组同学 你们去到国际上任何一个学校 去好好学 把英语弄得好一点 任何学校你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 特别是像你们今天这种表达努力 非常